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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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林德的 道場這個是真品掛牌 第一名是Original 林德的Message Message就是德文 刀 第三個我不知道它是什麼 因為它這個是朝鮮 這個是 這個是德文 德文念跟英文念不太一樣 這邊它的路頭 路頭商標 它 基本上 新的時候有這個 這個大約丟掉 所以我現在無意中 這個還保留著 另外一支就不見 這個 這個盒子 其實它只是 把刀放著讓它不會被撞來撞去 這個盒子都會 時間久了以後 二三十年 它都會破損 你不要把盒子當寶貝 那你就把盒子放在你的神嵐上面 你在那邊擺燒香 祈禱 變成盒子神 盒子只是一個好彩 甚至有人就在上面貼標籤 就直接就這樣寄 這支刀是 玻璃刀 雖然它上面沒有寫玻璃 有有有 寫這麼大寫在這個刀根的地方 我以為這邊沒有 它這邊有那個商標的這種標示 十顆 這算淺十顆 這算淺十顆 淺十顆 這反應很遲鈍 這沒有 這在中國做的 中國做的東西就是這樣 這東西就是爛的 但是它價格便宜 你要看你要 有時候你買不到 因為你買美國東西 你沒有這個 沒有服務 你買了一個 發生問題的話 就麻煩 這左邊這個是狗牌 鹿牌 鹿頭商標 第一行是Origin 那個 Linden Mason 第二行是 Sorringen 然後再來這個是 Lostrein 德文不鏽鋼 再看第三行 第三行是 第一個是 Norstain Norstain就是 沒有髒污 然後再 第二個是 Enox I-N-O-X 這是畫紋的 畫紋的不鏽鋼 Made in Germany 這是三行 他的 呂華恩的 那個 他的 筑記 通通都是這樣 就是三行記 然後他這邊有一個 波一 這個 這個 可能 很粗 不然 他打 這個 這十顆 這不是鋼硬 這十顆 十顆比較簡單 鋼硬的話 你很麻煩 你要打歪了還不行 那個 這個Booey Booey就是波一刀 波一刀就是美國一個 James Bowie Booey 他自己設計的 然後你找一個鐵匠做 那一支刀的岩形 跟這支很接近 很接近 他這個大概五寸 五寸 他這個刀是九點二五寸 他這個十寸 大概長這個樣子 尤其是這個刀的這個 刀型是這個樣子 這個大概一點五寸 那岩石的波一刀是細細的 並不是很寬 現在幾乎什麼刀 只要它是刀 它根本就是要波一刀 全部寫一個Original Booey knife 那這個還沒寫Original 因為它這個 原來它都是這樣 十顆都放在這個位置 它這個 就說你要加一個東西 就麻煩了 我們現在標準是這樣 然後你要加一個不一樣的東西 那怎麼弄呢 那就把它弄來這個地方 一般來講 李華恩的品牌 它是刀根是不打的 也有的有打在很少 情形很少 然後這個刀 它總共是15.375寸 在刀場裡面 它這個 這個有的這個 這個刀模 它是用切割 用那個鋸床 就是直立的鋸床 用鋸子把它鋸出來 那個比較薄的刀 它是用 用模型 就是把鋼 鋼帶 加熱 你知道鋼帶可以捲到一點 一點多公分 鋼板 就捲成鋼帶 然後拉出來這樣 然後加熱燒烘的時候 然後經過鋸子的時候 用鋸子打下去 這就變成斷照 就把這個 一個形狀的刀胚打出來 打出來 然後那個刀胚就開始 在生產性上跑 跑到最後出來的時候 就是一隻刀 一直這樣 那這個這麼厚的 你就不可能那樣打 它就一定要鋸 鋸出來 所以有的長短會有差一點 譬如它這個 我剛才講它是15.375 就15又8分之三寸 有的可能15.4 有的15.3 有的15.25 那會這樣 基本上它就 都是相同刀型 就這樣講 不同人磨的時候 有的人可能磨得 比較用力 壓得比較深 它就會磨比較 磨後會比較多 那這個刀它是 做鏡面 鏡面的話 通常在收藏刀 才做鏡面 或者是 這個刀子要求瓶子比較高 要比較鋒利 要切割的時候 比較不會拖泥在水 它也會做鏡面 像Case的刀 大概都是做鏡面 當然也有沒有的 比較廉價的 它是做 你殺光或刷光 那它這個是做鏡面 所以你看 那這個拍這支刀 很麻煩 就是它常常會緩色 緩色這個光線你就 你緩色的東西 它沒辦法把那個 顏色緩色給你 你就看不見 它拍出來那個地方 就只有光一點 緩色就是這個眼裡 你看得到的東西 因為它有把那個顏色 緩色到你眼睛 所以你才看得到 假如它沒有緩色出來 又太光滑了 所有光都被 照了光 它全部都把它緩色回來 你就看不到它原來的顏色是什麼 所以像這種鏡面 拍攝就會有這種結果 鏡面有一個好處 鏡面的東西 假如你上面有什麼切割 它都可以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 所以不要太鏡面 有一點模糊的美感 它就可以把一些 這個切點藏起來 所以它做刷光的時候 有時候你這個鋼纖不是很好 你刷光的話 你很多那個小的瑕疵 它都被光 緩色的光掩蓋住 所以看不太出來 所以 所以你不要以為 哇鏡面做得很好 鏡面有一個點 鏡什麼都跑出來 好這個刀 你看鏡面還有一個切點 就是你那個 手指按按按按按按按 它會流這個紙痕 就是你的油漬 很容易在上面滋留 沒辦法消除 這個時候你 也不是那個 呆呆的用這個 那我這個紙巾給它擦 你紙巾擦 其實它是 它就是把它擴散 擦散 擦開來而已 你要用溶劑 這個叫什麼溶劑 這個叫丙銅 英文叫 你噴要噴快一點 然後要噴多一點 要不然它馬上就揮花了 還沒有把這個 這個油脂溶掉的時候 它就揮花了 那這個差異 有的東西 因為可能沒有完全溶解 那你就要用這個脊皮布 我為什麼一直在講這個東西 因為有人沒有看過 我在介紹這個 保養這個刀 好 好 你看 剛剛那個緩色那個鏡頭 你就知道 這什麼叫鏡面 鏡面就是可以 把一個影像完全反映 反映出來 這就叫鏡面 你看手它就有手 攝影機就是攝影機 它這個鏡面 沒辦法完全的話 就是接近鏡面 假如是算這個殺光 或是殺光的話 它是沒辦法反映這個鏡面 像這個它也有 但是上面有石科 這個石科是獵水牛 獵水牛 獵水牛的石科 來看一下這個獵水牛 從這邊開始看 這邊有印第亞人騎馬 這有印第亞人騎馬 其實馬是西班牙人 在15世紀來的時候 帶到這個美洲的 要美洲沒有這個動物 後來馬就是刨出去 變成野馬 然後就在美洲開始這個環子 後來印第亞人騎馬 再來看這邊是水牛 你看 一隻 它這個是演藥相反 兩隻 三隻 其實它這邊有 這有七隻 只看到三隻 三隻野牛 這有三隻 這邊有樹跟 這石科蠻漂亮的 做這個石科 大概要多少錢 大概要二三十塊 應該二三十塊 那本來是石科的 一攝 一攝是十塊錢 但是這個大的 而且它這個量很大的 面積很多的時候 它 就不是那樣 那個 可能 因為它 時間要比較久 石科就是用雷射 在上面 燒焯 燒焯以後 它這個地方 燒到的地方 它燒哪裡 你知道 你現在看到的影像 你看到的馬 那個都沒有燒 它燒它旁邊的一些東西 把它燒成 那個 有 好像那個霧面一樣 所以 所以這個沒有燒的地方 就是保留鏡面 有燒的地方 就變成霧面 所以 你現在就可以看出 兩個 兩個這個 一個霧面 一個鏡面 就七個出來 就產生這個影像 產生這個影像 這邊還有 還有這個捲花 所以這個是 就只有林德的這一個 這一個刀場 它有做這一個 這個是有版權 這個版權 這個圖有改過 這個圖有改過 這個圖有很多爭議 你就不要講 除了你跟我很熟 有時候聊天的時候 我會跟你講 那這個講來講好久 這個 這個 一看就知道 這是美洲的野牛 野牛其實也叫水牛 野牛英文叫bison 但是英文還有一個叫buffalo buffalo就是水牛 所以他們這裡 他們叫美洲水牛 美洲水牛 聽清楚 American buffalo 美洲水牛 那為什麼加一個美洲 那形容詞 所以你就知道 水牛它是一個普通名詞 所以有亞洲水牛 灰洲水牛 所以灰洲水牛 又長得不太一樣 灰洲水牛有一千公斤 一隻水牛 一千公斤 那通常都是大概是三五百公斤 那那個 那個 野牛也是一樣 野牛 它也有這個一千磅的野牛 就長大概兩公尺高 那通常野牛大概長一千五公尺 那個高度 那這個 你就看那個 美洲的水牛跟亞洲水牛長不一樣 長不一樣 頭很鈍鈍的這樣 那腳比較小 那亞洲的水牛腳比較大 灰洲的比較彎 而且也比較大 都不一樣 但是它們都是水牛 但是不同品種 所以這個是在表現的就是說 這個場景就是在美洲 所以這個刀很明顯的 它的市場就是針對美洲 就是德國 林德刀廠做這個刀 要來賣給美國人 以歐洲人去買這個列水牛 印第安人 列美洲水牛 怪怪 當然也有人會買 但是總是不合風土人情 對 所以這個是主要是以美洲市場 那現在的話 他們就沒有在做這個 那個 現在德國的刀非常貴 非常貴 這個刀現在要大概 現在沒有 沒有的話 它現在也沒有這個的話 大概219塊美金 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石鴿 這石鴿可能 一般來講 成本大概 絕對30塊跑不掉 但是它賣的時候 可能就變成50塊 所以它這個應該要賣 賣的話 219的話 應該270塊 你不要看說 這個石鴿 這一次很簡單 你以為照相 照一下就 雷射要在那邊掃掃掃掃掃掃 這個都叫成本 有的刀場還沒有雷射機 沒有雷射機 它就要拿到外面去做 搬來搬去搬來搬去 然後還要給人的錢 所以刀場 你看很少說石鴿做這樣 做這麼滿 做這麼滿 這個是故意的 它就是 我要跟別人不一樣 我要做一個滿版的 一般人石鴿 石鴿貴 所以它就 一點點 一個簡單的圖樣而已 沒有像這個 這個請這個 這個畫家去做這個畫 你想想看 這可能就要幾千塊美金 三萬多個可能 這很出名 這個是它的刀片 這刀片是十公尺刀片 全長十五點三七五 十五點三七五 我們就叫它十五點五寸 沒有刀在講 這個尺寸 通常都是幾個整數 也並不是說刀一定要十五寸 十二寸 十一寸 九寸 七八的 其實沒有這樣 通常都很少說是正好 正好那麼滿 所以這一支刀 就是一支很大的獵刀 獵刀 當然你要剝皮也可以 你要切肉也可以啊 你要砍樹 當然更沒有問題啊 這個刀拿起來就很這個 很嚇人 很嚇人 因為它總共十五點多寸 一般獵刀來講 十二寸就很嚇人 十二寸的刀就很少看不到 因為十二寸刀的數量很少 一般獵刀大概就在九寸以內 刀片六寸以上 有很多國家是限制 不允許有六寸長的刀片 所以它就要 六寸長你再加上這個頂的話 所以它就會限制在大概 你看六寸加這個五寸就十一寸 大概都在十一寸 其實大部分都在九寸 九寸以內 九寸以內 所以這種刀數量就少 少的話成本就貴 而且你看它的鋼材 這個寬度多少你知道 0.5公分 0.5公分 這個蠻重的 很沉 看我在哪裡就知道 它的重心大概就在這個地方 刀片的牆面大概 0.5公分 當然不是講說 我這個刀一定要在 重心在哪裡 你有一個範圍 就是不能差太遠 那有像那個 古克里那個叫 緬甸彎刀 那它的重心就不是在那裡 它那個彎刀 沒有人在拿那個彎刀 在做這個 截鬥用 因為它是適合 劈緊 砍術 或者說 它是一種萬用刀 或者是偷襲 偷襲的話 砍下去頭就掉了 然後那個 它不是在做截鬥 截鬥的刀 必須要很容易掌控 並不是以這個 重力加速 砍下去 可以產生很大的動能 為它的這個優點 這 好 這 就可以 但是 它的重心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握的時候 就是說 用後面三個指頭握 那你要握這邊還握這邊 這個 就看個人跟你的目的 有時候戰鬥刀的時候 它會比長 一寸長一寸險 所以有的人會握後面 這樣我就可以砍 但是你要握得住啊 那有人就怕握不住 就很用力的握 甚至拿繩子綁 你看那個港記 那個古惑仔 把繩子 那個布把手綁起來 那個 那個 那個是不懂的武術的人 才是那樣 那個 外行的人才是這樣的 怕刀揮出去 那個 那你用這個後扇子握 也不是 要握得很 很死 你一定要握得很緊 就是要貼住這樣 握錢 我們 手握錢不是這樣握 手握錢一定要捲起來 所以你看這個錢的很飽滿 這打到一拳 腦袋一定爆掉 你不相信 刀也是一樣 你要貼著這樣 貼著這樣 所以你看它這個刀 要這樣貼著 不會掉 然後這個 食指跟拇指是在控制 這個刀的方向 像這麼大的刀 我們都不可能 把拇指放在上面 再控制這個方向 因為它太重 你這樣你控制不住 所以一定是這樣扣子 這樣 每一隻刀 都會有不一樣的重心 而且它的把握 也感覺也不一樣 有人喜歡很緊的 有人喜歡 這個鬆鬆的 那有人喜歡它比較光滑 像為什麼那個 那個K-bā K-bā的 就是 中文換譽做 K-bā 热 其實那換譽是錯誤的 你從下就不要叫K-bā 叫K-bā K-bā 就照英文 那你講中文的話 你可以講K-bā 比較接近 不要叫K-bā 你講K-bā 老外聽不懂 你再K-bā K-bā 卡巴什麼 因為他們沒有這樣叫 這個就是 那個原先 這樣叫卡巴的人 他可能英文不會講 所以看到Ka巴 Ka卡 BaR 這個98的巴 卡巴 卡巴 因為那個 朱印畫裡面沒有 沒有 卡 所以他就用 卡巴 這很奇怪 在這邊叫的變成霧天 我都一直講英文 Ka巴 Ka巴的餅為什麼都是 都是打這個光滑 因為 比較討喜 看起來賞金業務 所以他那個皮的餅 他都去給他打磨 打磨成很光 我跟你講那個 Ka巴是美國陸軍 跟那個 陸軍的戰鬥部隊的 標準配備 在早年啊 他拿到那個刀第一遍 就會把那個地方弄成很 很粗 就會把他打 本來打得很光滑 他把他弄得很粗 讓他可以握住不會滑舌 要不然用力砍球 這刀會揮出去 因為 他打磨得太 太光滑 對不對 而且還要把這個刀尖 再磨尖一點 而且不夠尖 所以 你假如有 當過美國兵 你就知道說 欸他們這個刀拿來 他們就必須 要處理 而且都會交接下去 以後的弟兄拿到這個刀 現在美國 美國的陸軍 他已經 不再帶這種Ka巴 他說 就帶槍 帶槍 因為現在打仗是這種 現在打仗已經跟以前不太一樣 沒有那種 這個面對面的這個肉搏戰了 大部分都很遠就把你全部滅了 那個 然後才去清掃戰果 看看 很少有那種 跑到房間裡面去 房屋裡面去 然後跟你在那邊捉魚場 他就用這個撥管火箭 就把你整個房子都衝平了 都移平了 還要進去裡面去找 還跟你玩命 沒有這回事 他生命都很重要 對不對 所以這個 握的時候就是這樣 有 你只要看怎麼去砍 你去看那個 有一個S型護手的 裡面有教你怎麼砍 像這麼重的刀 你絕對不是靠手的力量在砍 只要你靠手的力量在砍 你很快是手就會斷掉 就累死了 所以就是靠腰力 那厲害的人 他就靠前身的力量 他砍起來就很輕鬆 你不要以為靠腰力 靠前身的力量 砍得很慢 你刀拿起來已經被砍到了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武術的幻蟲 不是我們這邊講 我只是順便跟你講一下 叫很多人拿這個刀 他就是砍罐子砍 他們都不懂 怎麼用這個刀 怎麼砍 這個刀它這麼大的刀 它有它的動能 你要借用它的動能 不是讓它的動能 來減緩你的速度 好這個刀是這個 它是應該是原廠刀刃 看不看得到 你可以看喔 你在看到白白一條 這 它不會反光 它假如反光的話 反光的話它就會閃 反光的話它就一定是 你看現在它這上面也在閃 好類似這樣這邊 它那一條沒有反光 它只是給你看一個白白的一條 它那個就是機械磨的 所以它上面其實有機械盒 機械盒 它不是那個拋光的 所以它不會反光 不會反光的話 就是說你要用的時候 你這個刀一定要先去救水磨死 把它先把它拋光 它就不會 好就更更鋒利 然後再來 可以的話你再用皮布袋 再給它拋更鋒利 把刃 刃神的更濕 更濕的話就是 比較不會有 有阻礙 但這個刀的原廠刀刃 對 它利不利呢 那個 找一張起來試試看 嗯 找這個吃啊 這個拍影片不知道 這個啊 效果怎麼樣 那個 浪費很多時間 這樣算這個 還滿鋒利的 還可以啦 好 來看一下這個刀尖 它這個刀尖並不是說 還做得也很尖 所以它這個東西 還可以 甚至這邊有 沒辦法拍出來 因為它太小 然後再量一下 現在看到白白的東西 這當然不是 掉在地上 變成這樣 原來磨的時候 就這樣磨 只是說沒有磨的 磨得很尖而已 就這樣 你看 你刀尖還是刀尖 只是說 它沒有磨尖尖出去 就是噴到會刺 那種樣 就是 每一隻刀尖 都並不進來 都已經要 這個 你要磨那種尖 這當然可以啊 你就拿那個 四十號沙子這樣 磨它就可以把那個 用這個 再修尖一點 但是沒有必要 沒有必要 因為你不是要去試了 你在幹什麼 這個可以嗎 可以啊 因為它在 表示說它這個尖端 還是很利的 聽聲音就知道這個 你假如 可以給它吃一刀的話 那這個 這個 刀你就不要錢 聽聲音也就知道 這個刀 鋒利不鋒利 好 講這個鹿角 這個鹿角 嗯 鹿角 它只是一個刀的材料 它的材料而已 並不是說 我在收藏鹿角 這個鹿角放在這個刀上面 然後來收藏 並不是這個意思 它只是一個材料 所以 所以 刀場 不會在鹿角上面 做文章 它就給你看 是鹿角 是這樣而已 是鹿角 是這樣 沒有其他的意思 你看我們現在給你看 這個刀場的 行路 你看到沒有 它就是鹿角 它就跟你這樣講 沒有像我們介紹 我們這個是玩家的 玩家在介紹這個鹿角 我給你講 美國人 他很多也不懂 他不懂 他不懂 這是比較 高階的 專業玩家 才會再介紹鹿角 什麼東西 所以 他就是跟你講這個鹿角 就這樣而已 就完了 結束了 鹿角你看 鹿角其實它是骨頭的一種 你看這個東西 有沒有 它現在是兩片 假如是一根 一根鹿角的話 它是這樣 它這萬念是鹿角 鹿角在岩石的時候 它萬一還有一個龍皮 鹿角的龍皮 所以龍皮之後也會掉 它會磨 它會養 龍皮裡面有血液啊 養分啊 的管道在輸送 要不然它 它那個東西不會長 那它就這樣 那這裡面的話 中心的話就是骨水 骨水 外面就是那個 海綿層 海綿層 最外面這層叫皮織層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這個 皮織層 這個外層 皮織層 黑黑的那個 那個就是海綿層 那這個黑黑的 海綿層跟那個 它並不是 昏得很清楚 就是海綿層 然後皮織層 沒有 它海綿層 皮織層要變海綿層 的時候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粗 然後海綿層就比較粗 就像你在洗洗澡的時候 用那個海綿 還是洗東西用海綿 那種海綿 一個洞一個洞一個洞 那裡面有骨水 它有海綿的作用 就會讓它有這種輕 但是有結構上的強度 還有結構上的韌性 你假如都是硬邦邦的東西 就像鋼材一樣 不能扭不能扭 以後你就走路就像機器了 你因為它有這個海綿層 跟那個皮織層 它才會有一點韌性 你才不會說 你彎一下 還不會變形 可以彎一下再回復回來 但彎太過就斷掉了 就固執了 所以像你這個 你看它這個 一點多公分厚度 一般來講0.6就算厚 它這個有一點多 你看它這個差一點多 一點多而已 差一點一點三四 在這邊 1.2 這邊當然 這邊磨得比較多 路磨得比較多 不是加工的人磨得比較多 所以這邊 這邊 有的會比較厲害的人磨到這邊來 就是說它用的 用到這個 海綿的外延 因為路角是一個圓的 圓的你要切一片的時候 有時候 像你這個你要切一片 你要切這麼寬怎麼辦 它當然就會切到這個 厚度變沒辦法 沒辦法像這樣有留這個厚度出來 就會切到這個 外表 就會變成一個 好像半圓形蓋到上面一樣 那就沒有這個厚度 這是不是 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啊 因為它就是路角 那只是跟你 只是說正好說 欸我這個有留一點 我這個留一點 這個留多一點 這邊少一點 這邊多一點 只是這樣而已 所以你不要 欸跟你講一大堆東西 你反而變成越來越挑剔 那你就去 就去玩別的東西嘛 就去玩股票來幹什麼 不要買這個 這你在製造麻煩 對不對 只是說我們跟你講 這個我們玩家的時候 就怎麼欣賞這個東西 像它這個的話 它現在產生了這個紋路 所以就是路在那個 磨這個石頭 還是磨這個樹 磨出來的 磨出來的 它會癢 然後一直磨磨磨 有的路 在美國有的 有的那些農場 要把樹都包起來 因為你不包起來 那個路會來磨 現在因為美國很多那種交期 他們都撤退 就是 都跑到城市去工作 所以 很多農場 都沒有人 都沒有人啊 沒有人在那邊 養雞養牛什麼 沒有啊 也沒有人在這種 都跑到城市去工作 然後就 棄手以後 路就慢慢就進來了 很多那種嬌狼 美國有一種嬌狼 很像那種 黃鼠狼小小隻的 像小狗 但是長得不像狗 像狐狸 它那個人慢慢就進來了 進來 所以它 它會去磨那個樹 所以它把它包起來 要不要路 有的磨磨的地方 那個樹會被磨死掉 它皮會掉 掉了又 它 譬如說橄欖還是怎麼樣 那樹會死掉 枯死 那這個人 它現在呈現的文物很像那種波浪 這個 湖上面的波浪 湖的波浪 跟那個海的波浪 是不一樣 海的波浪是亂七八糟 因為海沒有界線 湖的話 它有一個範圍 湖的話 所以湖的波浪 就像我們講的那個 漣漪 漣漪 就是你丟一個銅板進水裡面 它會這樣慢慢慢慢 所以它的波浪是很完整 所以它會整一條一條 這個其實就是在路在磨的過程中 還沒有再更進一步的時候 這個腳就被拿下來了 或是掉下來 或是路被殺了 然後這個腳拿來這樣 其實大部分的路腳都是 路掉下來以後去撿的 你就開一輛車子到山裡面去撿 大概十一夜的時候這樣 然後回了一大堆 但你只要很久的時候 掉下來很久 你才撿到的時候 這個路腳就很脆 就是 他們英文叫choke choke就是混筆 choke就是混化 就是很混 就是它沒有黏性 裡面水分很少 都被太陽曬的 那也有的被其他動物咬過 這個路腳是很好的狗咬棒 給狗磨牙 清潔這個口腔衛生用的 這個 他們做一段一段 給狗在那邊咬 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路腳勾紋 路腳勾紋 你只要很正常 不要亂心 有的奔得很大一個 它也是在拿來用 所以你看這路腳是在刀場來講 它沒有選的 現在目前 只要是路腳它拿來用就是 那這個就出去 那你收到的時候你不喜歡 那是你家的事 你不喜歡就把它退回去 退回去 它會在記憶 一直不一樣的 你再退回去 最後它就不賣你了 就是這樣 因為你是在買路腳還是在買刀 請問一下 對不對 你是在買刀 所以路腳只是它有一個 它的材料 我是說我不要用一般的木頭 我不要用石頭 或是說我不要用塑膠 所以我用一個自然材料 就是路腳 路腳是自然材料 又有人用石頭 但是那個石頭 你掉在地上 這個整隻就脆掉 所以路腳 羊腳 牛腳 是使用比較廣的 這種自然材料 自然材料 所以這個東西你就要懂得 這個欣賞 自然它這個 原來這個是幹什麼 這個是要做秉材 是在叫你欣賞這個 然後把刀本身的重點 這個 不去注意它 然後再挑剔這個路腳 說這個圓用海邊城 這個這麼長的 五寸的 這個是 這個多少公分 這個是應該是十幾公分 你看十二點多 十三 十三點五公分的 你想想看這隻路腳 你要找一隻十三點五公分的 直的給我看 你找不出來 因為路腳一長出來 就開始彎了 所以你要去找 你要能夠放到這邊 我跟你講現在你去買這個 兩片 要七十美元 七十塊美金 這兩片 而且沒得險 它假如 凹一大片 你就讓它用 它沒得險 因為現在印度的路腳 它已經國際禁運 那你要不然你用其他的 你用馬路 紅路 或者叫可納利路 那個 或者是日本的喔 你可以去買梅花路 但日本梅花路跟台灣梅花路 品種接近 不是絕對相同 但是品種接近 日本的梅花路的路腳 有這麼粗喔 你知道嗎 你在北海道去 所以你 你不要小看台灣 台灣以前喔 有人在講到這個 這個野牛以前在美國的時候 它是有一億隻啊 結果就被美國人 白人 不是印第亞人 印第亞人再怎麼殺 一億隻你要怎麼殺 騎馬去殺 其實大部分都用射箭的 那白人來的時候用槍 而且他們很多 他只要他的皮 他不是要他 像印第亞人是 整隻野牛拿來使用 那皮拿來做衣服 什麼鞋子 什麼帳篷 那個獨木舟 那個衛 拿來做這個 那個什麼水壺 白人不是的 白人只要皮 然後把皮通通通 送到這個歐洲去 一殺每次就一堆山 那個白人後來開了鐵路以後 用開火車去殺這個野牛 一天可以殺一個人喔 而且那時候發明了這種 連發槍 不是還沒發明那個機關槍 一天可以殺六千頭 以前有一個人喔 殺的這個一個耳朵喔 是整天在殺 耳朵 欸 突然聽不見了 因為耳膜被震破 你看多可怕 那一天最多的時候殺多少 殺三十五萬隻 五萬頭野牛 最後野牛被殺了剩下三百頭 一億隻殺變三百頭 你看多可怕 這個都沒有節制 台灣的以前梅花路也 聽說也幾千萬隻 你都家南平原 看梅花路這樣跑過去 從早上看到晚上還在跑 你就知道多少 以前野生的梅花路也多少 現在的梅花路沒有野生的 現在野生的是那個 墾丁公園才有 墾丁公園那個也不是野生 那是從 岩山動物園 以前最早的動物園 岩山動物園 送了七百隻過去 還植 還植到現在 你別以為說 那個墾丁公園好大 墾丁公園好小 梅花路在那邊生存久 他在那邊還植還植 這還植了好幾代以後 因為地方太小 路一直長 就太多了 其實七百隻 一個珠青來講 是不夠的 七百隻都會 都一定會有 淨青還植的問題 它的抵抗力就會比較弱 最好的地方 你一定要叫一兩千隻 然後要 棲息地要夠大 它棲息地夠大 它可以讓這些梅花路去 還植嘛 去自然還植 它現在很大 所以你跑坑一剛才去 現在就有人 三不五十看到梅花路 以前哪有看得到 它很少 現在變很多 很多 像美國野牛 現在也有這個問題 那有的地方 野牛變成太多 它政府就開放 一段時間讓你去設在 把它數量 足形數量降低而已 再靜止 靜止裂上 好 那麼這個 它這個都值得 這個 這個我們叫做全龍武刀身 它就是說這個刀根到這邊以後 進到刀柄以後 完全跟刀柄的形狀 完全一樣到尾端 這個都 這個都叫全龍武刀身 那個 沒有全龍武刀身 這個 這支刀 是最早的 裂水牛刀 後來的話 就 就有一點修改 你看它這個是十字護手 這是椭圓形的 十字護手 這是椭圓形的 這支刀我們上次有介紹過 你看這支刀其實都一樣 你們注意看 我們講這個刀的 你看 你看它的刀片是一樣長 一樣長 它這個完全一模一樣 這多少有點不一樣 那 它的這個 這個護手就變成 這個 形狀就比較 這個 藝術化 藝術化 它比較厚 這個是用 這個是用柱的 這個也是柱的 那這個是前龍武刀身 沒有錯 就是前龍武刀身 你看我剛才在講這個陸橋 它這個 這個有皮織層 海綿層 海綿層 多一點 少一點 有的海綿層 會在這邊出現 因為你用到它了 它就會出現來了 當然你就這樣 你這又不是用麵粉做的 捏捏捏捏捏捏 我都要不要海綿層 我全部都是皮織層 好捏完就皮織層 哪有這麼簡單的事 對 這一支也是 這支 每一個都不一樣 這個叫爆米花紋 爆米花紋 你看它一粒一粒 像爆米花爆的樣子 那這就不一樣 你看每一隻鹿角都不太一樣 每一隻鹿的個性也不一樣 有的鹿很懶 都不磨 整天躺著曬太陽 然後一聽到什麼聲音 就把我跑掉 那有的鹿就整天在那邊磨 磨得不過癮 跑到石頭那邊磨 又跑到樹木那邊去磨 你知道熊也在磨樹 他跟熊比賽 看誰磨得快 熊磨他的背 背部 背部癢 你有什麼不求人抓背部 熊在那邊 就在樹上面這樣 蹭蹭蹭這樣 所以你看這個不好看 所以才會有這個東西 就是說 把尾巴美化 不要讓你看到海綿層 這一定也有像這樣 顯示海綿層 可能更多 但它就多加一個柱的 銅的冰端 這個另外又打釘子 打釘子 它沒有焊接它又打釘子 這個也是有打釘子 磨了以後它溶掉 所以你就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你看這個 所以這兩隻 你看它一個 哥哥一個弟弟 你看它也是鮑魚 所以你看它同樣的 它這個的石刻就 比較淺 這邊還有 這石刻是黑色 這個是白色 那你看它這個是 H Mark 它這個是認標的 這是林德道場替認標做的 再看 兩個列野牛 像我們在看這個列野牛 我們在看這個列野牛的內容 一樣不一樣 因為我剛才講過它這個是藝術家做的 後來有修改過 這兩個圖是一樣的 所以這兩個時間不會太久 這兩個時間 這應該都是在1989到1990年之間的 這個刀柄不是說我這樣做出來 我89年做出來 89年就會拿去賣 有了89年做出來 它是做了刀胚 有的時候可能還沒賣 那以前有一個開門樂士刀場 它2007年關門的時候 它關門的時候 它還留很多刀胚 還有很多半成品 怎麼辦呢 拍賣 拍賣的時候拿到人 他就去把它做完 就是這樣 對 有很多他就 他這個東西他有短錢的 譬如說 凱文那次去這個冷缸做 上面有冷缸的商標 但我沒有交貨啊 不能把冷缸的商標賣給別人 所以他就把它磨掉 磨掉 磨掉的話就對冷缸有個交代 因為我沒有交貨我沒有拿到錢 但我現在賣一個東西上面有的好 這個是不合法力的 當然他們也不會去追究 因為這個數量並不是很多 因為到一半來講 美國大概都做三五千隻這樣而已 有的比較特殊的做幾百隻也有 所以你看這個 你同時看到兩隻獵水牛 我把那隻也給你看 你就同時看到三隻 好吧 他就給你 同時看到三隻 你看 有的人還看不到 你看 這三隻就是 差不多同時期的 你看 他這個 這個是十三點五 這個是十五點三 但是他都是滿版的 所以你看他這個有縮小 縮小 有縮小 怎麼縮小 我們一定用電腦縮小的 就是有掛電腦系統的雷射 雷射那個雷射石刻機 他才可以做這個 假如你只是簡單的那種石刻 沒有這個上電腦的 那他就不可能縮小了 你看這是三隻 這三隻的 什麼 你看三隻各有特色 一般來講 我們看到刀的時候 第一個都是刀 刀尖向左 刀尖向左的時候 這個是他的正面 所以就是左邊 左面是正面 那正面他的賞表 就放在這個地方 這是他的賞表 那環面就是後來加的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是等於說 附加的 這種石刻 他的藝術石刻 因為他這裡 變成圖畫 不是只有文字 好 那麼這一隻 大型的 烈水牛 木腳柄 這個烈水牛刀 大型 林德刀場的 大型的 林德刀場是有 一百多年的歷史 一百 快五十年 一百四十八年歷史的 這個 德國的傳統刀場 他 我還可以講很多 德國的刀場的故事 花很多時間 做了十五點三寸的 大型的烈水牛 鹿角柄 鹿角柄烈水牛刀 講一遍 十五點三寸 鹿角烈水牛刀 就知道 就加在這裡 謝謝你的收看